台大等等第三方公正的資料合作 在他們的場地還有在我們的越南市都可以查看的到的資料 已經公開至少四年以上的資料 其實整個這個資料其實不是秘密的資料 包括台大那邊有電子檔 還有湖火是不是 湖火那邊也有電子檔 其實都可以找得到 他們是要把這個原始的檔案要帶走 那這不是芭比的檔案內容 大概都是一些 檔案內容因為當時處長會的認定 是主要是依照我們提供的清策 那就是基本上就是摘要裡面 有提到比如說 比如說一些簡報 是我們當時對於228事件的一些反應的一些報導 或者是我們 新聞媒體的報導 對新聞媒體的報導 或者是裡面有一些我們黨務內部的一些報告 對就是比如說跟主席報告目前的狀況 或甚至是有一些是 有一些是我們的自己的黨代表等等 或者是一些同鄉會的 對他們發言的內容 比如說他們建議黨中央必須要懲處 或者是處理當時的行政長官陳寗 都是一些目前已知的事實 完全沒有任何的機密可言的東西 那今天28筆以外可能有一些是目前還沒有開放的資料 但是目前也已經都和其他的單位有預定了做合作還有整理跟後續的數位化跟公開 可以說明一下帶走的必要性嗎 剛剛好像國民黨說這些都是公開的資料 確實 那為什麼還要就是 那可能要問 問他們我們不知道 我不知道帶走的必要 就是在台大的那個電子檔那邊其實都看得到 而且作為檔案管理的單位 我們當然是希望整個系列的資料有一個完整性 因為他可能整個的順序排列 或者是他的內容都有互相牽引跟脈絡 所以這樣子把其中的一份實體檔案抽走 對於整個史料的收藏保存還有學術的研究上面 其實都是非常詭異的一個狀況 之前出傳會說有是要抽走是要收回三三件嗎 那今天就 對 對三三件因為目前三三件裡面我們在後來確認了之後 有回復了 有回復了 有回復了那個黨管局 而副轉會說其中有 其中有兩筆是沒有實體檔案的 因為就是在檔案管理的過程當中很有可能有有目無聞的狀況 那另外三筆我們是目前寄存在別的地方 我們必須要跑流程才有辦法把實體檔案取回來了 最後一陣子